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香港的局势是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近来发生了几件事情 更加增添了这种紧张的气氛 第一件事情就是前几天 香港元朗地区的黑社会 对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暴力袭击 造成了45个人受伤 其中一个人重伤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网上流传了很多的视频 这些视频当中显示有100多个 朝着大陆口音的年轻人 穿着统一的白色的T恤衫 背着统一的军用的大背包 这些人已经进入了香港 那么这个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疑虑 这是不是中共他们派驻的军队 或者是武警已经来到了香港 是不是中共大量的派驻军队的 一个前期的一个信号 那么第三点消息就是 7月25号 北京时间7月25号 中共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 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根据驻军法的第十四条 中央政府可以接受香港特区政府的请求 在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的原则 遭到了挑战和破坏的时候 在香港的治安 秩序失控的时候 中央政权有权力派军队到香港来进行维持秩序来平定暴乱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就更加的担心了 大家就担心下一步 中共会不会对香港派驻军队 会不会对香港的反送中进行武力的镇压 会不会想制造一次 像八九六四那样的大屠杀大惨案 我告诉大家 中共现在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个胆量 敢派军队到香港进行大镇压 敢制造一次新的六四事件 绝对不敢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 中共如果是敢于用武力来大规模的镇压香港的老百姓 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那么一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中共过去这几十年呢 他们发展经济主要是靠搭国际社会 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顺风车 现在中共的这个GDP的三分之一 是靠着外贸出口来实现的 而他们主要的外贸的伙伴 是西方民主国家 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韩国 还有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国家 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 如果是他们敢敢对香港进行大规模武力镇压 那么一定会引起这些国家的集体的制裁 这些国家会瞬间的缺断与中共的这个贸易往来 会瞬间的停止向中共输送很多科技的产品 这就会造成中共整个经济体系在瞬间崩溃 这是中共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 那么第二点呢 是会引起中共内部高层的强烈的反弹 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啊 他们把经济发展的这个成果 恒大的一部分都转移到了国外 有一些是以中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名义 国营企业的名义转移到国外 有一些呢 是以大家族的这个私人产业的这种名义 转移到国外 总之他们在国外有庞大的经济利益 主要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有庞大的经济利益 前几年啊 西方的这个无国界记者联盟就已经调查出来了 华盛顿邮报都已经刊登了啊 中共的这个八大元老家族的后代 就在西方世界啊 掌控着一点八万亿美元的这个财富 这仅仅是八大元老的后代 中共还有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族大派系 他们都在西方有庞大的经济利益 中共的那些地方大元 他们都在海外啊 有庞大的利益 他们都已经经营好了狡兔商窟 他们把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资产啊 都已经转移到了国外 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些家属啊 亲人都已经转移到了国外 那如果是西方对他们进行联合制裁的话 那么他们在海外的财富就会丧失殆尽 这也是他们不愿意承受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即使是习近平他胆敢下令 军队到香港进行镇压 那么一定会遭到了中共体制内的这些高层 这些大家族的联合的抵制 就会造成中共政权内部的决裂 内部斗争的公开化 就会造成中共决策体制和运作机制的整体的瘫痪 这是中共啊不能够承受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会引起地方政府和尤其是引起广东地方政府的地方政权的 他们的强烈的反弹 那广东和香港在语言上是相通的 在经济上啊也是连成一体的 广东就是香港的经济后花园 香港就是广东的经济的门面 广东是香港的工厂 而香港是广东的铺面 大家是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一个共生共存的关系 如果是香港遭到了镇压之后 香港的经济崩溃那是肯定的 那香港经济崩溃之后受到损失最大的 就是广东的经济受到损失最大的 就是掌控广东经济的那些地方官僚阶层 地方上面的这个官商大家族 而这些人他们是绝对不愿意看到香港走入这样的一个死局的 所以说呢 他们是绝对要反对习近平政权 任何在香港的这个冒险举动的 一旦习近平政权敢于下令镇压香港 那么广东地区一定会首先的站出来反对习近平 甚至是有可能出现公开的反叛都是有可能的 大家不要以为呀 中共啊是一个这个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不是的 不错他们可以派驻这个省委书记啊 省长到广东来执政 但是呢广东整个官场他都是绝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官员 这些盘根错节的这些关系 这是牢不可破的 那些最高层的第一把手二把手 他们是流水的兵 而广东地方官场那是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兵过来几年就走了 铁打的银盘在这里是长期不动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广东的实力派 这些人一旦香港遭到了武力阻押 这些人马上就会起而造反 所以说广东会强烈的反弹 当然还有其他的省份 那些不听话的 没有被习近平完全收服的省份 比如说像这个上海 像这个湖南湖北在四川 这有些省份都极有可能啊 趁着这个机会 趁着广东反叛的机会群起而攻之 这是第三点啊 第四点呢就会遭到 中国会遭到香港人民的强烈的反弹 现在香港抗争的这个主体啊 是一大批年轻人 四十岁以下的这一批人 他们和过去传统的 这个乌木尔雅的泛民派的那些元老不一样 他们呢是有抗争到底的 采取任何手段进行抗争的 这种心理准备的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里面 社会的这个对中共的制裁引起中共内部 引起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的公开化 所以香港人民一定会抗争到底 一定会给中共以强烈的反制 所以这也是中共不能够承受的 那基于这四个理由 中共要想派兵到香港进行镇压 他们是要付出相当相当大的代价 那他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 他明明有付出更小代价的解决办法呀 比如说在要解决现在的这个困局 他们就是把林郑月娥撤职了 承办一些警戒高层的那些 主张强力镇压的这些警官 承办那些在街头运用过度的暴力 来对付抗争者的那些警察 这个时候就可以消避掉香港一大部分的民怨 同时呢 他们可以取诺香港人 做出一个时间表 实现双普选的时间表 那么这整个香港的运动啊 反送中运动就可能平息下去了 这是对中共来讲 这是代价最小的做法 所以说只要香港人一直这么坚持下去 中共他们虽然是暴力的虽然是嗜血的 但是他们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理性的 他们也是基于自己的政权的稳定和利益考虑的 这样的一批人 所以说他们一定会选择这个代价最小的一个方法 来平息香港的事件 而不会选择那种啊 这个与你同归于尽的方法来处理香港的这次危机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只要香港的抗争运动一直坚持下去 最后妥协的让步的一定是中共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一定要坚持下去 大家一定要明白 现在在香港发生的是一场政治战 政治战的一个重要的手法是心理战 就是让对方的这些参与者知难而退 让他们受到恐吓受到威胁 让他们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 就往后退去 然后逐步的消弭这个运动 他们派出来这个元朗的黑社会 那就是一个试点 就是想用黑社会这种恐吓的手法 让那些胆小的人 让那些恼弱妇孺啊 让他们不敢在下一次抗争当中不敢出来 那么他们又派出来这个军队和武警 疑似军队武警的人到香港 这就是要制造一种气氛告诉香港人那你们要继续抗争下去 我们下一步就有可能派军队来了 那现在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又放出来这种消息 这就是公然的恼吓香港人 大家一定不要上当 他真正的咬人的狗 他们是不会叫的 那现在他叫了 这就是在告诉你啊 我要咬你了 那你再来我就要咬你了 正是因为他不敢咬 所以他才叫 怎么样应付中共的这一套心理战的战法呢 方法有很多 我给大家推荐几种 那第一种呢 就是一定要组织民众自卫队或者是纠察队任何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 任何一场大型的这个游行抗议示威一定要有纠察队或者是自卫队介入 因为只有组织了纠察队自卫队参与者才有基本的安全感 有了安全感参与的人数才会更多声势才会更加的厚大 那么怎么样组织呢 第一个是先从网上组织 那按照地区来组织 比如说望角地区的年轻人 大家就组织一个望角民众自卫队啊 元朗地区的年轻人就组织一个元朗地区的民众自卫队 那在电报上组织起来之后 大家可以交换信息 大家可以啊 一呼百应 如果是元朗地区再一次发生了这个黑社会暴力袭击的事件 或者是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啊 来殴打迫害抗争者的事件 在网上就可以发出一个信息 然后网上的看到的信息的人就可以啊 一呼百应迅速的向这个地区来集结 那么我们的人数上面占到优势之后 就可以那下退那击退这些暴力恐怖分子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适当的装备 比如说头盔比如说是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戴口罩了就会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会啊 这个避免被黑社会或者是被警察把你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之后啊 对你进行单独的那这种打击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这种装备 比如说啊防囊喷雾器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啊 在近身搏斗当中使用的防卫性的武器 那这个警察不是有警棍吗 那黑社会不是有这个棍棒和藤条吗 那我们只需要防囊喷雾器 那只要他的眼镜没有被保护住 我们喷在他的脸上喷到他的鼻孔当中 就会瞬间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同时呢又不会给他们造成太过强烈的人身的伤害 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各出其谋 想出一些新的招数来啊 只要这些武器啊这些这个装备不违反香港本地的法律 比如说啊有些朋友他们是建议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木块来制作一个盾牌 比如说那两公分厚的20公分宽啊 40公分长的一个木板在后面装上一个把柄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盾牌 这个盾牌啊是非常好的防御这个暴力袭击的武器 同时呢如果是大家一起来运用的话 他也会对这个对方啊对警察甚至是对这个黑社会有相当强的这种阻吓的作用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展开宣传公式 心理战就是宣传战 那这一次香港的警方为什么表现的这么恶劣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香港同胞对自己的香港街坊邻居大打出手呢 就是因为一个原因 这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 中共对香港警方进行了渗透进行了腐化 他们呢就是告诉这些香港的警察 你们听命令就能够得到提升 你们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障 不听命令你们就在警戒混不下去 所以这些人呢就在拼命的这么表现 这个警方的绝大多数人呢他们是被利益所驱使的 那么怎么样对他们进行宣传战呢 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看利益 一定要看长远的利益 一定要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得认清楚这个形式 现在中共他们的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 已经是四面楚歌 你不要看他现在好像后世强大 实际上呢他们一点都不强大 他们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弱势群体 现在所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 已经联合起来在围剿他们 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在那 试图在各个方面在对他们进行冲击 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形成全民上街的局面 一定会有全民起义 中共这个政权藏不了了 那么中共在香港的这些代理人那就更是藏不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告诉他们 从自己的利益考虑 一定要权衡轻重 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 所以遇到镇压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做样子 但是不要真正的为虎做仓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后路给堵绝 否则的话 一旦中共他们上市了政权之后 最吃亏的 最倒霉的就是你们这一批爪牙走狗 你们将来会被一个一个的拎出来 到正义的法庭上面接受审判 你们不仅仅会丢失掉自己的工作 甚至还会坐牢 甚至是还会被判处重刑 告诉他们这样 对他们来进行威慑 对他们来讲清道理 让他们知道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 一定不能够把自己后路给堵死 这样做了就能够瓦解他们的事迹 香港的两百万人 这抗争者 大家一起来对你们 街坊邻居当中的这些警察 来做这样的工作 我告诉大家很快 就会把警察的事迹给瓦解掉 甚至是会争取到一部分的警察 站到抗争者这一面来 做到这两点 香港的这个抗争行动 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一旦坚持下去 中共最后一定会对香港妥协 香港的民主自由 一定会得到保障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赞成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